警方进入民宅搜索 房间内密密麻麻线路和一整排机上盒 这里是道路集团机房 全台所有电视和MOD频道的节目 透过这些设备全被犯罪集团道路 让用户免费收看 警方跟监半年同步在桃园台中等地搜索 查扣三百多台第四台和MOD机上盒 包括体育电影新闻台等上百台频道都受害 尤其日前全台风奥运 集团也搭上这股热潮道路大量体育赛事 市值东京奥运赛事等民众居家 收看运动节目较为频繁 不消业者因此趁机 大张旗鼓大量道路传输影视节目 主线六姓男子先合法申请第四台和MOD机上盒 透过设备截取讯号源 将评论内容道路上传到国外云端伺服器 躲避警方追查 用户只要下载APP或是非法机上盒就能收看 集团运作至少半年 侵权市值恐达百亿 良心嫌犯有电信相关背景 曾从事媒体系统业 利用索学技能犯案 目前台湾和日本至少19家电视台提告 违反著作权重置 虽然只有三年以下行则 但侵权的节目市值难以估计 未来难逃巨额的民事求偿 TVBS新闻成人捷运期新闻事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在 patterns时掌握国内外资送修理